据日本媒体报导指出 中国政府决定在工业技术出口限制的产品中 新增女、山菇等特地稀土磁铁的制造技术 由于磁铁是决定电机效能的关键料件 并广泛用于飞机、机器人、手机甚至武器上 影响不言可遇 由于目前中国在全球女磁铁市场超过8成4 山菇磁铁市场更超过9成 日本个别只有一成左右 如果中国确定寄出稀土磁铁制造技术的出口禁令 从稀土开采到成品生产的供应链 势必都将受到冲击 没有磁铁生产企业的美欧国家 未来要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度 短期内恐将遇到阻碍 报导还指出 如果中国进一步扩大设备投资 降低生产磁铁的成本 有可能再抢食日本的市场 专家分析 在全球减碳脱碳的潮流下 动力电气化已成发展趋势 中国似乎想借由掌握磁铁供应链 进一步在其中确立把权 中央社综合不到